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战起诉公司侵权获赔9.8万 并且要登载致歉声明 向肖战道歉 实际上这样的结果 我们很早就可以预料到 宣传自己的品牌可以 但是 不能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利用肖战的肖像来为自己获取利益 这种行为不用多说 就涉及到了侵权 无可非议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 支持肖战维权 这样的结果 也是就由自取 更是得不偿失 说句公道话 这样做属实没有必要 网络如此发达 肖战又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演员 肖战自然会在第一时间知道这则消息 维权就是势在必行 胜利与否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总之 这也算是给后者提个醒 肖战胜诉的消息非常多 公道自在人心 谁对谁错都很清楚 作为粉丝 我们大家都会继续守护在肖战身边 继续期待和支持肖战的作品和代言 继续跟随优质正能量偶像肖战的脚步 一起努力前进 一起奋发图强 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加优秀的自己 赔偿道歉确实已成定局 希望不会有下次了 得不偿失的结果 相信没有人愿意去体会 记得这就是一个作品的言人 人愿意去体会 虚实习虚实用 gebracht 这就是一个作品 实际言 继续期待会员能力的俗语